这是汉武大帝中最让人争相的名场面 在定下打通河西走廊之后 汉武帝召集了大汉全明星 来了一次露天烧烤 说着汉武帝刘彻就答应了 从御膳房里挑几个厨子送军营里 当然汉武帝也不忘了告诉霍局兵 厨子可以给 长你可要打赢了 同时在吃喝之间 汉武帝也完成了军事调度 张谦李广出击右北平 打击左贤王 同时点名此次韦卿不必出战 此局无疑表达了汉武帝刘彻 对于军权的平衡举措 他这是要抬年轻将军 而在此消笔掌下 汉武帝刘彻却找到了魏卿下棋 这是汉武帝和魏卿的一局棋 刘彻吓得肆意洒脱 魏卿吓得步步惊心 棋局一开始 刘彻就开始说了 丹权宫的事千万别往心里去 魏卿一听刘彻这样说 回答的也是小心谨慎 一口一个未能禀报沉醉当珠 蒙陛下无弃 悲惨感恩不尽 试探了魏卿的态度后 刘彻的脸上挂着笑 反而夸其魏卿下棋颇有章法 打仗也是得心应手 这直接给魏卿给整不会了 心思你这是要干啥呢 赶紧认错 先是承认自己用错了照信 接着又说自己是行军缓慢 我军取得的战果 实在都是陛下指挥得到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你就说说吧 朕都是怎么指挥的 接下来就该魏卿展现 教科书一般的形伤了 陛下一是善用马 二是善用将 三是善用钱 接着魏卿之战的大将军的角度 做出了解释 咱们就结合大将军魏卿的角度 来说一说这三点 鼓励全民饲养 改良军马 以建立强大的骑兵军团 来消解匈奴传统的军事优势 大汉 有多爱养马 从官方角度来说 历经文景 到武帝时期 养马的数量堪称恐怖 太图牧师 朱苑三十六所 分布北边 西边 以狼为院间宦官 奴婢三万人 养马三十万匹 汉一柱 从民间角度来看 文景两代 大力推行的马富岭 意思简单明了 只要你养马 就可以免去 摇曳赴税 到了汉武帝年间 更是大力推广 司马养之 动辄 调集民间马匹 应征入伍 属于是报复解禁的 接着就是 这善用将 是大胆启用一批 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将领 汉武帝的人才制度 咱们得文武分开看 首先是文这一块 汉初时期 对于人才的选拔 是查举制 到了汉武帝时期 为了稳固中央集权 他改进制度 举孝莲也应与而胜 他明确了 各项规定 什么样的人 能得到局限 以及 各郡县人才的选拔名额 极大地拓展了 汉武帝的人才市场 嗯 可以越炮的人才 又增加了 武这一块 汉武帝对于军功 突出了两个字 大撒币 只要能为杀敌立功 该赏钱赏钱 该升官升官 绝不含糊 动辄赏出去几十万金 国库都给赏空了 在这样的制度下 汉朝的青年军官 就如同雨后春笋般 蹭蹭地往外冒 这善用钱 用钱 实则关乎 国家全部的政治经济 打仗 实际打的就是钱呢 蒋伐羊马 都是花钱的 自然也得挣钱了 经济上 改革货币 收盐铁为国有专卖 允许花钱赎罪 和卖官卖绝 虽然这几项举作 有着明显的弊端 可是 却使得华夏 建立起了一个 空前上午 且极度渴望军功的 强悍事 拍完了马屁 刘彻扑斥一笑 啥时候卫星 也学会拍马屁了 臣不敢 臣是 体察了陛下的所为才 嗯 朕的所为 你一直在体察着 卫星的谨小慎微 刘彻看在眼里 可该敲打的 还是要敲打 他解释说 这次不让卫星出战 就是一位 赵姓太熟悉卫星的战术 幸亏朕还留了一个妻子 该拿出来 太用上了 臣明白 你明白 你要都明白 朕着其还跟谁下呀 说这话 刘彻直接掀犯了棋盘 拂袖离去 魏卿下了半天 生怕刘彻 娶他老爹 大汗其声留起 把棋盘 抱扣在他头上 军营里 两队兵士正在操练 一辆马车 却突兀地闯了进来 汉武帝刘彻 缓缓探出了脑袋 这一次 他是来检阅 获取兵的兵马的 只见着兵士 排列整齐 迎风而立 透露着一股凛然的杀气 检阅完了 小货出征的军队 敲打了当朝最大的外戚 忙碌的汉武帝 终于来到了 魏子夫的房门口 咱们的魏子夫正唱着歌 感叹着 一代新人胜旧人 刘彻 就是大猪蹄子的时候 大猪蹄子刘彻 就从门口冒出来了 陛下 您怎么有空过来了 不缓矮了 小刘彻 马溜地跑过去华柜 刘彻检查了一些功课 接着就开口说了 这刘彻也老大不小了 得给他找个老师了 监督他 做做九三模拟啥的 多看看石头记 多下下围棋 魏子夫选色 皇上您说说 您打算找啥样的老师啊 当然是 太子太父 和太子少父的人选 突然听到这个好消息 魏子夫好选一个 亮枪摔地上 刘彻看得出 魏子夫眼里浓浓的情意 可是作为皇帝 他必须都管住自己的枪 每次找 老找一个人谈生意 不免有专宠之嫌隙 容易自生外戚 可瞅着魏子夫 一副我见游怜的模样 还在劝刘彻 多关心李夫人 刘彻再打眼一瞅 哎呀妈呀 我不就是好几年没来了吗 至于梨花带泪你 接着 几步夺了过去 顺手还把小刘彻 弄到别的宫殿莲子 至于后面发生的是什么 那只能说是 云禀花颜金不摇 芙蓉胀 杖乱 杜春香 在刘彻战士如火如荼的时候 冠军侯获去病 已经奔袭出赛外 此一战将天下不明 那么遇之后事 欢迎继续关注 东乐剧院 我们下期再见